大家好,我是Cincia 我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Jungle缓存优化 首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本人具有4年的G Linux环境下的WebSAM开发经验 现在任职于Cinix成都Helpsolution部门 主要是做G Python的开发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讲解 因为是第一节课 我会先对本课程做一下简单介绍 Jungle缓存优化课程的培训对象如下 第一,我们需要有Python语言编程基础 第二,需要有Jungle框架的开发基础 第三,需要有Linux系统下的操作基础 通过对Jungle缓存优化课程的学习 同学们可以达到如下目标 第一,是可以掌握Jungle缓存框架的基本原理 第二,可以掌握到Jungle缓存的配置方法 第三,可以掌握Jungleweb框架中的几种缓存系统 及其配置方法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Jungle缓存优化课程 演示中的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我们采用的是Ubentool IDE用的是PyCharm 然后编程语言当然就是Python了 在演示项目中使用到的数据库是MySQL数据库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Jungle缓存优化的课程大纲 Jungle缓存优化课程分成三个阶段 本课程的第一阶段是理论基础介绍 第一小节介绍Jungle缓存优化框架原理与配置 通过这一小节的介绍 可以让大家对Jungle缓存优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进入第二小节解析Memcache的缓存系统 并对比介绍两个通用的缓存client端 其中它们分别是PythonMemcache和PyNabMC PythonMemcache是一个纯Python写的客户端 而我们的PyNabMC是用Python封装至NabMemcache的库而来的 LabMemcache是一个开源的GUC或C++的Memcache的客户端 进入第三小节后我们会解析Filesystem缓存 主要是解析原码并介绍该缓存的一些重要方法 第四小节我们介绍database缓存 以及query set的相关优化要点 第五小节我们会详细介绍缓存配置的使用 并详细介绍缓存配置及其相关的参数 第六小节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几个缓存 第一个是LocalMemory 第二个是假缓存 第七小节简单介绍一下上游缓存 第八小节我们会解析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第三方缓存库 Redis缓存 进入将购缓存优化的第二阶段 我们是项目演示阶段 其中第九小节演示 基于PythonMemcached和PyLabMC缓存的一个配置实力 然后第十小节我们演示 基于Redis缓存的项目配置实力 第十一小节呢 演示基于MySQL数据库缓存的项目配置实力 接下来进入本课程的第三阶段 就是总结以分析 其中第十二小节我们介绍 Jungle缓存优化的性能评估 第十三小节我们介绍 Jungle缓存方式的对比并总结 下面我们进入lesson lesson1第一小节 Jungle缓存优化框架以配置介绍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需要做Jungle缓存呢 就是我们Jungle缓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做的动态网站是动态的 对用户的每一次请求来说 服务器从数据库查询 然后到Render模板 到Render模板 然后再到业务逻辑 最终生成网页 这些所有的过程 每一次请求都是会计算一遍的 那从处理资源的角度来看呢 这是非常昂贵的 对于一些流量非常高的站点 尽量减少过载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系统做优化 那缓存必要的数据 可以减少昂贵的计算 这样一来呢 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计算了 从而我们可以提高站点的性能 所以 通过做那个Jungle缓存优化 我们可以达到这三个特点 第一呢是减小过载 第二是避免重复计算 从而提高我们整个系统的性能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小节的课程内容 第一我会通过一个那个尾代码 给大家介绍Jungle是如何进行缓存的 让大家从整体的一个层面上 直观的把握动态网站请求中 缓存的工作原理 第二呢会介绍缓存的几种类型 第三从缓存力度出发 介绍缓存的分类 第四介绍缓存的设置和使用 第五呢通过一个图 来展示我们的那个缓存的一个原理 下面通过一下尾代码来展示 一下我们的那个缓存工作原理 首先呢当一个URL请求进来以后 我们首先会去查询 Cash中查找我们的配局 如果缓存命中则直接返回页面 如果未命中 我们就会进入我们写好的配局生成代码段 生成完那个网页以后呢 再加用网页缓存到Cash系统中 然后再缓存网页 那对于URL的第一次请求 那肯定会进入配局的生成那个分支 但是下一次呢我们就会命中系统了 那只要缓存没有失效 接下来的请求都会被直接缓存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将过缓存呢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MemCash等 这是迄今为止啊 最有效最快的一种缓存方法 那它是一个完全基于Memory的缓存服务 像Facebook维基百科 这些有名的站点都在使用该缓存系统 那从而达到减少数据库访问 提高站点性能的一个目的 第二种缓存呢是基于数据库的缓存 我们可以将数据缓存到数据库中 如果你有一个性能好的数据库 这种缓存方法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是基于文件系统的缓存 那该缓存呢会把那个件子分别存储到 独立的文件中去 然后第四 本地缓存 这种方式就是 当你使用那种缓存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 就是通过MemCash的搭建一个缓存系统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Local Memory这种方式 第五是反缓存 也就是假缓存了 作为开发测试使用 它在那个缓存中呢 它实际上是不会真正的缓存数据的 它只是实现了对应的缓存接口而已 当然如果你觉得以上几种缓存 还都不能达到你的需求 你还可以自己开发缓存页面 设置好以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下面我们从那个缓存力度的角度出发呢 介绍一下缓存的几种分类 第一种是perset 实际上就是整个站顶的缓存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它可以让整个站点 整个网站的所有网页都缓存 这种缓存呢我们只要在项目中设置 加入那个缓存中间键的配置 系统便会自动对整个网站进行缓存 那无需你写一些代码来去缓存页面之类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比较细腻度的缓存框架了 就是基于view层的缓存 那它会对单个视图的输出结果进行缓存 在我们的那个Jungle库中呢 定义了一个自动缓存 试图响应的cache page装饰器 只要你调一下这个 就是把这个装饰器加在你需要缓存的那个view上 那它就可以对这个view进行缓存了 这就是一种非常容易使用的方式 然后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做那个template 就是我们的模板片状缓存 这样呢你可以重复 就是避免在那个模板中的一些重复 最后一种是低级的缓存API 有些时候对于整个解析的页面呢 进行缓存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 有可能会反而不行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的站点包含了一个视图 而这个视图呢是依赖几个face的查询的 每个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使用站点级缓存或者是视图级缓存 这种策略实际上并不是最理想的 因为对于经常变化的数据 你是不希望把它进行缓存的 但是对于那些变化少的部分 你又需要进行缓存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Jungle就提供了最后一种方式 就是简单低级的缓存API 然后通过这种API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进行不同力度的缓存 在缓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提一下就是那个Payco库 通过那个Payco库呢 我们可以把那个缓存的对象 比如说字符串啊 字典啊 典型的对象等等啊 进行一个那个解析 那Payco实际上就是 Payco标准库提供的一个模块 它能够将任意的对象 存储的文件中 而且还能够从文件中 把这个对象进行一个还原 缓存是需要设定的 你必须要告诉系统 你要缓存到哪里 下面我通过一些适应 让大家对这个缓存的Payco 有一个那个初步的了解 比较重要的就是两个Payco 第一个是backend的 指明你的缓存是 以什么方式缓存的 这个适应中呢 我们用的是内存缓存 然后呢 指定好你的缓存方式以后呢 你还要指定好你的 那个缓存系统的目标 IP地址和端口号 下面是Sni2 Sni2呢 我们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存缓存 是以跟那个Socket的进程通信的 这种方式也可以 Sni3中我们还可以配置 就是说多个缓存系统 那这两个缓存系统 IP地址不一样 它们端口是一样的 Sni4中就更加的那个复杂了 就是三个站点 它所以那个IP地址都不同 而且端口号也不同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缓存的基本使用 要访问我们在那个settings.py里面设置的缓存 那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命令 首先是import我们那个caches 然后直接用那个caches 然后对应的那个caches的名称 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设置的缓存了 这里呢列出了我们那个缓存使用的基本方法 首先是import cache 然后我们通过cache.set 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设置一个键直对 然后再通过get的方法 又可以取出我们指定的那个key的value 如果说因为我们刚刚这个Sni4中演示是做了那个30秒钟的那个过期时间 那当你等到30秒以后你再去访问 然后就去取这个键的话呢 它就会返回Long了 因为它已经被过期了 然后我们这个get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设置 如果说取到Long以后 我们应该返回的一个默认值 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Jungle缓存的基本设置和一个使用 这样大家可以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首先进入你的项目 我这里面有一个演示项目是myproject 然后呢激活我的那个心理环境 嗯好 然后激活了以后呢 那我们去看一下 配置一下我们的那个 嗯在settings文件里面配置一下我们的cache 这里我已经配置好了 我用的是那个local memory的这种方式 好配置好了我们就可以推出 嗯 推出以后呢 那我可以通过一个那个Jungle的一个工具 进入Jungle的一个学环境 嗯这个工具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很好用的你可以通过这个Jungle的Extensions 嗯通过这条命令Extensions 然后你就可以安装 安装了以后呢它有很多方法的 嗯那我这里面演示呢 嗯就只给大家那个 嗯也是一个那个shellplus 其他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Extensions啊 嗯真的非常好用值得推荐 嗯我们可以通过pythonmanage.py 然后hellshell是吧 然后这个plus 好它一看你可以看到没 它都自动把我的那些Jungle的那些东西都引进来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呃 访问我的缓存呢我就很简单 直接这样子 djjungle.coi.cache 然后import caches 好然后你看我就可以访问我们刚刚 在那个看到的那个default的那个cache 是吧那这里看到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想要缓存一些数据 嗯首先呢就是还是import那个coup 这个呢只用import cache就好了 这是通用的 然后它会自动去根据那个配置来知道怎么缓存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set 那当然你可以先用get 然后看一下里面比如说一个test 那肯定就是返回lom的哈 哦记错了不好意思 get的方法不是这样用的 好看是lom 那我们先来缓存一个吧 my key hello word 好给他设置一个30秒钟的过期时间 这好像30秒太长了吧 嗯也还好 嗯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get了 是吧 ok 看到没我们就可以取了 嗯 嗯如果我们那个等到30秒以后 大家会会就会很惊奇的发现 嗯 一会儿肯定会变成lom的 我们先等一会儿 嗯 接下来这个这个演示完成以后啊 嗯 我下面会给大家展示一个图 嗯 那个图呢就是大家可以从那个 总体直观的角度出发呢 去了解我们这个jango缓存优化的一个工作流程 嘿 好了 30秒已经过期了 是不是很完美 ok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那个下一个小节的演讲 就是缓存原理 嗯 不管我们是使用哪一些哪一种级别的缓存 不管是要缓存我们的模板还是要缓存page 还是要缓存一个view 或者是object等等哈 我们都需要去调用我们的那个caching api 然后再通过这个caching api呢 嗯 把它缓存到我们指定的那个缓存系统里面 嗯 这就是缓存的一个流程了 那取的 取的方向 就取 取数据的那个方向呢 就刚好相反哈 嗯 也是通过那个caching api 那把从 从我们的那个缓存系统里面 然后就把它取到我们的那个程序里面去 这个过程就非常简单 通过这个图呢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 嗯 我这个课程呢就结束了 嗯 这边呢就是给出了那个jango官网上的cache的 就是关于缓存的那一部分的一个 嗯 主题的网址啊 嗯 大家进去仔细的阅读一下 同这个里面呢就是 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关于那个缓存的一些东西 好了今天的课程讲解就到这里 嗯 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也abe 嗨 不